同一天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公布2023院士 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8月31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分别发布公告 宣布2023年院士增选推荐 增选提名工作结束 有效候选人的人数分别为583人 655人 一共1238人 目前公布的相关候选人名单 分别为538人 621人 一共1159人 此外 特别推荐领域 特别通道有效候选人 分别为45人 34人 一共79人 没有公布具体名单 彭泰科技发现 前述名单中最年轻的候选人为80后 据彭泰新闻此前报道 2023年两月院士增选总名额不超过169名 其中 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名额共79名 202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不超过90名 5月31日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网均发布了院士增选指南推荐或提名相关院士候选人推荐或提名相关外籍院士候选人等公告或通知 2023年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根据上述数字计算 1238名有效候选人中 大约13.65%的人会当选院士 其中 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583名有效候选人中 大约13.55%的人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2023年院士增选655名有效候选人中 大约13.74%的人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39岁长超入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 在公布的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 最年轻的候选人是39岁推荐时的年龄的长超 是数学物理学部的候选人 其工作单位是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 其推荐人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李嘉明 公开资料显示 长超1983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 系国防科技创新特区泰赫兹生物学主题首席科学家泰赫兹主题专家 现任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前沿交叉中心副主任兼泰赫兹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曾任西北河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2011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2013年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不是后工作 2018年获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信息技术科学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长超35岁时就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长超在泰赫兹生物物理方向的学术成果都是零 但这个阶段也正是后继续力的阶段 几年过去了 长超及其团队的成果 在国际知名刊物Nature Pines和Jax上景吞噬发表 引起了巨大轰动 而此时 长超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地方 我们的目标 是成为国际泰赫兹生物物理研究中心 43岁周荣斌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在公布的中国工程院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 最年轻的候选人是43岁的周荣斌 是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候选人 其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由细胞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药物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南推荐 公开资料显示 周荣斌 南 1980年5月出生 籍贯湖南衡阳 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 2011年3月参加工作 目前为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国家洁青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班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执行部长 基础医学院执行院长 主要从事无菌性炎症中的固有免疫识别 调控及疾病干预研究 此外 45岁的延宁系 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其工作单位是清华大学深圳医学科学院筹 其推荐人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隋森方 被誉为病毒猎人的58岁的时政立系 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其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其推荐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舒鸿斌 公开资料显示 石正丽 博士 学科组长研究员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 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 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 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 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 分子流行病学 以及病毒的感染激励方面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新发病毒